近日2023胡潤全球富豪榜公布,其中香港地勾上榜的,有異熟能揚的房地產大亨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和順豐的倉此人黃翁,周大福的擁有者鄭家準家族,而榜單上面,一個神秘的名李塞美玲家族,再擁一千三百五十億的人民幣財富卻先為人之。 實際上李塞美玲原名叫蔡美玲,是李錦記集團的第三代傳人,前任董事長李文塔先生的遺商,而在2021年7月,91歲高齡的李文達安陽辭世,李塞美玲作為第一繼承人,一樣成為李錦記集團的實際控制人,而李錦記,作為香港地勾唯一上榜的,有關傳統食品行業的公司,其悠久歷史還要追溯到1888年光碎年間。 究竟什麽是雄系李錦記家族和諧企業,傳承百年的秘訣呢?有句俗語話富不過三代,然而李家,卻身體力行地打破了這個故有傳言,1888年光碎年間,在廣東省珠海的一個小漁村,開茶調賣刺事謀生的李錦祥,一次偶然的機械主號忘記了關火,獲裡面的刺水,就變成了黑色的虎藏液體,李錦祥不捨得扔,反而就是一口, 意外突然味道很鮮味,於是就放在茶料裡面埋了,就這樣次由和李錦祥就一同誕生,1902年李錦祥舉家遷往中國澳門,1920年李錦祥指李少南接手李錦祥, 並且在1932年將公司總部遷往中國香港,李錦祥的蠔油和蝦醬,銷路大大擴大,並且銷路北美,1972年李錦祥傳到了第三代傳人李文達尼道。 他從原先售賣的豉油和下醬兩種產品中,跳出來學醬油制,作中引進了先進設備,並開始實現現代化管理,將李錦祥從單一的特級豉油,發展到了擁有數十個品類,百餘款調味品的醬料王國,李錦祥的產品, 浴度了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佔據美國醬油調料市場百分之八的份額,新加坡的貨價上,幾乎呢清一色的李錦祥,就連醬油文化容口的日本,李錦祥呢都能殺出一條血路,使佔率更似於日本美葉龍頭鋼甲慢。 如今呢,李錦祥集團平穩過度到了以李維中,李維生為代表的第四代繼承人當中,人們常說豪門恩怨多, 例如近期罵得沸沸揚揚揚的燦燦股份,在蒼祥人過身之後,他的兒子和繼母為了市值四百億的家財,而不惜帶動乾鍋,而到了佐勇一千三百五十億的李氏家族這裏,李文達室下有四字一類,不僅從來未紅過面合照,在外人看來這也是極為和睦的一家子,不僅如此,李家興每五人在學業有成之後,都在李錦祥各司其職。 其中,李錦祥的核心業務醬料以及健康產業,分別由主修化工的三仔李慧中,主修財務管理的細仔李慧心掌管,主修食品科學和技術的大仔李慧文就做起了幕後工作,負責李錦祥中式料理佐料的推廣,是現任李錦祥集團執行董事,主修工商管理和市場學的次子李慧紅就負責整個海外市場銷售的管理, 那女兒李美如是很長一段時間,是主管智量和食品研究,如今,就負責李錦祥家族學習和發展中心,重點培養家族下一代管理人李家,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為此,不僅設了家族學習和發展中心,還有超級媽媽小組,供家族媽媽們溝通交流, 後代培養經驗,為了培養後代,繼承人李錦祥家族不惜施具知,送子女怨婦瑞士學企業管理,家族也經常安排第五代成運到北京,專門參加李錦祥清花大學暑期學習班,而後代需要進入家族企業,亦設了重重關卡,例如至少要在大學畢業,且在外面工作三至五年,考核程序和非家族成運相同,且要衝機層造起等, 而如今李錦祥第五代一共有十四人,已經有兩個人通過考驗,順利進入李錦祥,相比於同樣堅守不容之不上市的傳統,辣將老乾媽的倉此人逃逼華,擁有兩個兒子,卻後繼磨人,千億美的集團教班職業經理人方洪波,而非自己的兒子何健鋒,李錦祥家族的成就不僅在於創業,更在於手業,事實上一份數據顯示,是一千三百九十四家民營理股上市, 公司公司裏面,有六百八十四家是家族企業,佔比撻到百分之四十九,而其中的二代已經接班董事長的,近有四十五家,佔比只有百分之七,究竟什麼是李錦祥家族擁持和諧?子女各司其職,企業傳統百年的秘訣呢?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而李嘉則在2002年設立了家族委員他,2003年推出了家族憲法,上至股權分配,下至人女教育,家族憲法, 都作了陽世規定,而家族委員他 的核心成雲,就負責日常家族憲法的修訂。李錦記家族委員他 的核心成雲,最初為李文達夫婦和其四子,一女共七人,而委員他主席就由大家輪流擔任,所有家族內的大事小事,都在委員他上血疑,而重大血策就由核心成雲投票決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投票支持方能通過,除此之外,家族委員他之下, 還設立了四個機構,家族辦公室,家族慈善基金,家族學習和發展中心家族投資公司,分別由核心成雲擔任負債人,為了家族團列一致,家族委員他每個季度,都會召開一次為期四天的河議,而負債人呢,就要在每一次家族河議上面,匯報工作進度,成雲無論在世界各地都要按時參加,直到就會受到相應懲罰,將家族事務管理當作一個企業,甚至在世界各地都要按時參加,直到就會受到相應懲罰,將家族事務管理當作一個企業, 為了避免自家人對家事討論過於偏頗,2005年李錦記家族委員他,甚至還引入了家族外專業人士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前總裁師組場,就這樣加入李錦記家族委員他,看到這裏,你或者覺得李錦記家族的家族憲法,就好像是企業的規章,看似就毫無人情媚,但是,有一條他徹底打破你的想法,那個就是,在中人商量如何管理當作一個企業, 企業時脈,究竟聽誰指揮的時候,李曼塔老爺說了一句說話,不要晚裂婚,不准離婚,不准有婚愛情,為背後兩條咧就退出董事寧,這句話就好像樂人一樣,打了在李氏家族每個人心裏面,原因咧沒有其他,李文達看透了身邊人,因為家庭破裂,而令到家族企業毀於一旦,香港島王河雄身擁有脈冠家才又怎樣呢? 四個老婆十七個小孩子互相撐奪,老了反而成,為了國防爭奪家才的工具,看慣了風雨,連過古希的李文達相信,公司是家族一部分,我們更加關注家族怎樣延續,家族利益至上,沒有家族內部的和諧,家族企業的長久發展就無從談起,李今的家族最為看重的是血縣關係,堅持家族控股,必須具有血縣關係的家族成混,先有資格成為股, 持有公司股份,下一代無論男女,只要具有血縣關係,就具有股份繼承權,除此之外,家族委員會每年還安排一次家族旅遊,令家族幾代人一同分享和交流經驗,昇華感情。 對此李錦記集團第四代成混之一,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主席李衛森,曾對外表示,李錦記家族委員他的核心成混,並不一定要進入董事會,我們的引法,是令家族的精英分子進入董事會,去影響保持家族控股,而在管理方面,就請市場上最厲害的精英人才來做。 在你這樣的家族裏面,不勾強迫小孩子必須反例你接班,如果小孩子呢,實在不願意反例,我們最大的底線是,董事長必須是家族成混,CEO你去外聘,實際上目前李錦記的CEO鄭哲,曾出任過天茅總裁, 也是現任阿里巴巴掌門人,張勇以前的助理,一般家族企業,將核心放在企業的永族上,而我們呢,就將核心放在家族的永族上,這樣走過了135年,堅持不借展不食展不上市,傳承到第四、第五代的李錦記,甚至還登上了清華學子的課堂,事實上,李錦記的佛展亦並非這一帆封信。 是李文達趁自經歷的兩度,分家奉波先有了如今的李錦記,李錦記的倉此人李錦祥有三個兒子,而繼承了祖業的李錦南卻是最小的兒子,1922年60歲的李錦祥過身之後,亦在同年李文達出世,李錦南幫兒子取名為李建大,希望李文達能夠平安長大,而李錦祥的家業軍分備了三個兒子,由於大兒子李兆榮磨心經營家業,於是日常的業務管理, 就落到了李兆登李錦南兄弟身上,1945年李文達初中畢業,升上高中無奈就退學,需要進入李錦記做生意,而當時老大老二的小孩子,都先於李文達進入李錦記,管理日常的銷售,李錦南和義同哥哥們參權。 為了避嫌,李錦南叫兒子李文達,前往內地老家廣東,去開拓市場,然而多年的戰亂令到立地民不遼生,李錦記自由,雖然在廣東餐飲業名頭好響,但高昂的價格,卻令普通人家和賣小商販根本買不起。 於是,李文達建議改變李錦記的高端策略,做一些評價產品,打開中低端市場銷路,然而這個提議,卻遭到大百二百的集體反對。 無奈之下,李文達回到澳門地歐,獨自做起了外貿生意,事實證明,李文達非常有商業頭腦,化妝品交鞋與具玩具皮夾。 無過幾年,李文達就在澳門地勾開了六間公安,產品燃燒歐洲、美洲和非洲,而李錦記,這個時候卻遭遇加變,隨著香港經濟逐漸繁榮,金融旅遊房地產都是熱門行業,大百二百開始看不起自家做醬料,能夠做出什麼名堂,隨著移民潮的興起。 他們動起了放棄家業,而民的念頭,想將老三李兆南的股份買斷,之後將李錦記轉手給外人,一直在家族裏面隱讓的李兆南,看不過眼,他覺得國外再好,自己的組業也不可以輕易丟低,而李文達支持父親,買下另外兩家的股份,傳承家業。 最終,李文達的大百二百為了盡快套現離開,同意了李文達爾460萬元,分期救下兩家全部股份的血定,李少南抵押了自己全部身家,以及銀行的借款,才買下整個李錦記。 1954年,李少南召回了還在澳門的李文達,到香港正式加入李錦記,1972年幫助父親重整家業的李文達,正式接管李錦記, 就在那年,剛好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將中方贈送的一對熊貓帶回美國,李文達就聞到其中的商機,馬上將已經轉為平價路線的李錦記,次由冠上了熊貓牌,成功打開了國外和美國的市場銷路,無巧不成輸的是,很不容易存在下來的李錦記。 第二次睡家,卻無奈,就佛山在李文達,以及他弟弟李文樂身上,原來1982年,李文達唯一的弟弟李文樂,剛剛加入李錦記,無奈,就查出了鼻衣癌。 第四次擔心李文樂英年早逝之後,李文達將自己一家掃地出門,於是乎就要求李文樂和哥哥分家。 然而,當時李錦記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李文達剛剛使了大筆資金,購買了大片土地,而且正在此人建大舖暗房。 在另一方面,消往美國的商品,由於歇消記獸的商業模式,還有大批資金未能回籠。 就在那時,李文樂為了妻子,不顧李文達,以及父親李少南的多番勸說,堅持分家。 無奈之下,李少南給出了四六分的方案,但李文樂卻要求五分,甚至不惜撕破臉皮對保公堂。 這場家仍鬧劇,足足就持續了兩年之內,李文達不能理解,為何弟弟如此不顧家人情年,為此還害了大病一場。 最終1986年4月,李文達和父親李少南一樣,欲了王竹坑暗房,並且舉債湊足了八千脈港幣,買下了弟弟手中李錦記的全部股份。 而當時八千脈港幣不是小數目,李錦記又再度陷入了現金流可能會斷裂的風險。 或者李文達老爺子,正是完整遭遇了這兩度的兄弟反目,親力了家族糾紛,對李錦記經營的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如今先有如此重視後代的和睦相處,李文達有個做殯儀館的生意朋友,而每當有送殯的場面的時候,李文達經常他帶著自己小孩子去看,人家不理解他的舉動,他的感嘆只有在葬禮上面,才能夠反映出人情世故。 有的葬禮熱鬧,有的葬禮冷清,熱鬧的人家,拼不一定富有,而冷清淒涼的人家,拼不一定窮困。 從而教導小孩子,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地位和財富,都未必能換來靈前的真心眼淚。 親情願給財富溫情得多,他曾經對媒體說我一定要他們去,而且要多些去,令他們感受一下人生的無償, 並且要好好聆聽一下,一個人的終極評價觀,才倫定。李文達曾經在2013年的環球慈善採訪中, 表示我不信忠革,信恩果做好事你不一定好,但是呢,做配事呢,一定他不好,人生呢,願來願去,事在人為,莫等運氣,莫說謊,過往八十幾年,我們沒有什麼後悔的事情,我的人生好圓滿。 。 。